一艘带着紫色风帆的大型海船在大海中快速地航行着 正是在这片海域极为有名的紫珍珠号 紫珍珠海盗团团长紫珍珠的作将 经过深海魔晶事件之后 他们终于又踏上了前往海神岛的路 我的船快 最多两天的时间就能抵达海神岛附近了 不过我的主人 我可不能把你们真的封上岛啊 只能在海神岛附近停下来 你们自己过去 海神岛附近的海域当中 有很多强大的海魂双 如果船靠近 必定会遭到袭击的 更何况 我也不敢触犯海神的威严不慎 好了 送到附近就行了 只要能看到海神岛 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远远的 海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紫珍珠一直站在船头张望 看到这个黑点之后 立刻命令水手下毛停船 主人 我们就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 再往前就是海神岛的领域范围 我明白了 谢谢你这些天在紫珍珠岛上 对我们的款待 那天给你的赌约 只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 不用当真 这一去我也不知道能否平安归来 虽然你是海盗团的团长 但我希望你今后在行动前 先打探清楚对方的身份再动手 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 还是留一线希望为好 好了 放救生艇吧 嗯 老师 您保重 好男儿 流血不流泪 季祥 嗯 下次再见面时 老师可要检查你的修炼成果 绝对不可以偷懒 嗯 眼看着唐三落在救生艇上 紫珍珠猛地回转过身 朝着水手们大声喊道 七猫 放航 是 紫珍珠号 发动 调转船头 朝着来时的方向返航 这时候的紫珍珠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猛地扑向船尾 朝着渐渐远离的救生艇 大声喊道 主人 愿赌服输 我既然认你为主 你就是我永远的主人 我在紫珍珠岛上等你 你们一定要给我回来 目送着紫珍珠号渐渐远去 行了小三 又一个喜欢你的 木白 你就这么当老大呢 我有小五 也只有小五 唐三搂过目光呆滞的小五 眼中那足以文化钢铁的独情 顿时让马红俊和奥斯卡 准备取笑他的话 一样不回去 你以为三哥跟你 一样啊 三哥是正经人 诶 初青 你这胳膊手可不能往外拐啊 我 我怎么就不是正经人 我 谁让你有那么多不良记录的 我这 我看练习的东西